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4日下午抵达上海 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使他继去年6月之后再度访华 布林肯此行除了上海还将访问北京 他将和商界领袖以及学生会面 也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 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 双方讨论的议题将包括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 中东问题 台海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 以及芬太尼等议题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在布林肯到访前 举行了媒体吹风会 列出了中方主要聚焦的五大目标 以及北京的立场 那么以双方的立场来看 美中能否进行有效对话 布林肯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又手握哪些筹码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理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翁吕中博士 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 罗利兰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翁教授 您觉得布林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再度访华 事实上财政部长耶伦刚刚从中国回来 那么布林肯紧接着再去 您觉得他主要是想向中方去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的 确实我们最近看到美中之间的沟通管道 好像是非常的频繁 包括了叶伦也访问了 之前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也去了北京 事实上传递出来的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 大家都有共识 这个共识是美中的结构性的竞争 短期之内这个方向不会改变 但是结构性的竞争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在沟通上面要来控管风险 所以布林肯访华基本上是在控管风险的部分 来做出一些努力 那控管风险还是要有方向 主要的方向就大概是在所谓的媒体的聚焦的重点 都在于所谓的乌俄战争上面 中国扮演的角色 美国的担心是什么 是不是担心跟俄罗斯之间的交流 持续的援助俄罗斯 是不是有间接的援助 这是美方很担心的 当然还包括了台湾的问题 台海的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美国也在台海的问题上面 势必要做出一些要求 那当然也包括了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 还有现在的所谓的中美之间 未来的方向上面都会做出一些要求 但是美国相信布林肯也会给出一定的承诺 所谓的承诺并不是说会放软姿态 而是承诺中方基本上 美国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怎么样来透过沟通的管道来控管风险 承诺是美国会做好美国的部分 但是也会要求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主轴 北京必须要做出让美国看到 或让全世界看到 北京是有意愿来控管风险 而不是有任何的挑衅或者是误判 刚才翁教授说到最近美中之间的高层动作比较频繁 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从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那一通电话开始 紧接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4月4日访华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在4月14日访华 之后4月16日美中两国防长通了电话 然后就是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中国 罗列兰先生您觉得美中为什么在4月如此频繁的沟通 北京和华盛顿分别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刚才翁教授说到要管控风险 但是要有方向 具体会是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什么样的议题要进行商讨呢 谢谢主持人 那我觉得双方非沟通不可 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为世界上的这个问题层出不穷 从欧武战争到中东的局势 到台湾海峡的问题 如果两个大国不愿意沟通的话 很可能发生一些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次布林肯就是二度绑滑的这个目的是非常简单的 是为了技术缓解两国紧张的这个关系 他们也会谈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首先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的支持 七国集团的这个在意大利的峰会当中 布林肯已经说过中国是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最大的贡献者 然后中国现在给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啊 微电子产品啊 机床啊 无人机等军民良用的一些产品和领部件 然后俄罗斯就可以利用这些领部件来修理 大炮啊 单科啊 飞机等武装 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武装方面啊 经济方面 中国还是给俄罗斯 输血 为了避免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所进行的制裁 俄罗斯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贸易 比如说中国现在大购买 从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啊 所以我觉得就我所知 美国政府将要对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进行制裁啊 因为他们还不断支持俄罗斯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啊 肯定也包括台湾海峡的冲突啊 下个月5月20日 就是新台湾总统赖清德 他就会进行就职典礼 所以中国很可能对台湾增加一些操扰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这次访华的时候 也会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进入磐石的 然后警告中国不要进去妄动 是刚才罗先生谈到了现在美中双方有非常多的议题要谈 但是一个基本的主轴 布林肯这次出访中国还是为了缓和关系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布林肯出访之前啊 华盛顿是增不断的在增加自己手里面的这个筹码 刚才罗先生谈到了一点就是华尔街日报啊 报道说美国可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来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 那么这些银行是中俄贸易的关键的中间人 那有分析就认为这会是北京非常紧张的举措 如果真的得以实施的话 算是对北京极限施压了 汪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是的我们说极限施压 如果说针对所谓的中国的经贸 对外的经贸关系来进行一些制裁 那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会是很大的打击 因为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最在乎的 就是所谓的经贸的发展 可是美国到底会不会所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呢 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针对性的 譬如说在乌俄战争上面 美国会非常的重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连结 如同我们在新闻当中所了解的 目前看起来也是针对跟俄罗斯之间 在金融方面的往来会来做施压 这就是我们所说针对中国的所谓的金融制裁 它必须是针对性而不是全面性的 因为如果是全面性的 我们要了解中国现在在国际这个世界舞台上面 经贸体系当中 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事实上它跟全球的经贸往来都有关系 如果美国真的采取所谓的全面性的 而不是针对性的 那么对于不只是对于中美关系 或者是对于这个乌俄战争 它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的表现 所以美国在手上有的筹码 确实有经贸制裁的这张牌 可是这张牌会打得非常小心谨慎 而且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这也才能真正的达到效果 而不是全面性的好像阻止了 切断了中国对外的经贸的往来 这个是美国虽然手上有这个牌 可是也会也必须要非常谨慎的来处理 毕竟此力一开 未来可能在整个美国对于对外的关系 或者是中国对外 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也不是美国所乐见 把局势要降温而不是升温 这才是重点 我们进一步来谈谈 现在布林肯手中还有哪些牌 我们看到布林肯访华 也正指美国和菲律宾 正在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那么这场军演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因为法国和澳大利亚是首次参加军演 另外还有14个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 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场演习的活动 罗先生您觉得这个会对北京 有多大的震慑作用 或者我们再扩展一点来说 近年来美国在印太是建立了 多个小多边多层次的联盟 如果我们细数一下 包括美日飞 美日韩 美英澳 美日印澳 再加上五眼联盟 还有这七组织的配合 美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个针对中国的 网格状的联盟体系 这个会对北京产生多大压力 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你看就是拜登总统他上台以来 他一直强调一个国防的概念 就是综合威慑 英文就是integrated deterrence 这个词是在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文章里面 或者文件里面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指的是把所有的这些盟友的力量和优点 都凝聚在一起 都凝聚起来应对我们的这个对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与菲律宾的举行的 肩并肩的联合军演 就是综合威慑的表现 显然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战略意义的 通过这样的军演 美国不仅强化了与传统的这个同盟 菲律宾的军事联系 同时引入法国和澳大利亚 这样的欧洲国家 以及让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 三余和关卡 这无疑是在向北京展示 其军事与地缘政治影响的扩张 那对于北京而言 这样的军事军演 肯定具有一定的这个政策作用 因为它表明美国 不仅在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军事合作 而且在拉拢更多的国际力量 形成更广泛的这个战略合作网 这种展示可能会让北京感到 需要加强或者增加 重视其周边的安全环境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 这个军事态势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非常赞长 这样的这个印太地区 构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多边的联盟 比如说美日韩 美日非 奥克斯瓜 无言联盟和七国集团的配合 确实可以视为美国在构建一个 针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网络状的联盟体系 那这个体系真的还能阻止习近平 如果他有一天很想武统台湾 那我们拭目以待 是 那除了这样的网格状的联盟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华盛顿在科技 投资 贸易 人权 等等各个议题上 在稳步的推进对华政策 比如说就在布林肯出访 中国之际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950亿美元的外援方案 其中就包括向台湾提供军援 还包括要求字节跳动 在一年之内与TikTok剥离 所以有分析认为 北京现在感受到的是 被美国全面围堵 那到了这个阶段 华盛顿大棒挥舞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丢一个胡萝卜的时候了 比如说彭博社在4月22号的时候 发表一篇评论文章 就叫布林肯需要向中国展示 有一条出路 翁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分析呢 拜登政府现在应该给北京 提供一条出路 来换取北京在关键议题上的配合吗 确实是如此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研究国际关系 尤其在外交谈判上面 讲了几个重点 尤其美国的外交政策 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所谓的stick and carrot 就是聚棒跟胡萝卜 还有所谓的和平 必须透过强大的军事实力来达成 其实它背后的含义 都是代表的 如果要跟对方 对竞争对手来谈判 都是你要展现你自己的实力 可是同时也别忘了 还有胡萝卜 还有谈判的空间 谈判是必须的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展现 不管是刚刚罗先生所提到的 integrated deterrence 就说整体的防堵 这是在聚棒的部分 去强化 可是同时 也必须要留一条出路 因为让竞争对手 在谈判桌上 如果让他没有办法 有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 他可能就必须要做出 比较极端的 来防卫他自己国家的利益 因此在外交的谈判上面 永远都是 在你展现你自己的实力 而且让对方感受到压力之后 就必须要稍微的放缓 看看对方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然后再来决定 要继续使用所谓的聚棒 还是要可以回复到谈判桌上 恢复到正常的交流 而且最近 其实不只是所谓的胡萝卜 其实在外交谈判当中 也有一个部分叫做reassurance 就是再保证 其实再保证也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双方都是大国的情况 我们说如果真的要使用聚棒到底 要把这个聚棒压到底 唯一的可能就是对象是完全比自己弱 非常多 就是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 做出任何回应 那么也许使用聚棒到底 完全不留空间 大概还有这种威吓力 或者是要求对方改变政策的可能 可是现在的美中的对比 其实不再是所谓的一大 然后对方非常的小 而是双方的实力 虽然还没有完全的一致 但是确实是接近的 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之下 要用聚棒压到底非常的困难 这也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 为什么布林肯要访华 美国必须要加强沟通的管道 也如同刚刚罗先生所说 现在的态势双方必须要沟通 而沟通的重点 就不会是只有聚棒 而没有胡萝卜 这个时候必须要 至少让中国感觉到 有一些出路 有一些选择性 才能够真正的维持到 这个所谓的控管风险 所以美国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节奏 来推动这个对华的政策 其实也要看北京的态度 那我们就来仔细来看一下 北京现在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在布林肯这次中国行 最关心的这个俄乌问题上 中国外交部的官员 在吹风会上说 美方需要切实反思 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当中 应当承担的责任 不要做拱火交游 借机余力的事情 不得攻击抹黑中俄 正常的国家关系 挑动阵营对抗 更不得对华抹黑诋毁 甩锅推责 美方还应该立即停止 对中国企业和个人 滥尸单边制裁 那么乌克兰问题 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美方也不要把它变成 中美之间的问题 罗先生您如何解读 中国官员的这番话 是否意味着北京 不会在援助俄罗斯的 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呢 我觉得中国外交部官员的 这些话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点听起来 欧物战争只不过是一个 区域的这个问题罢了 然后跟其他大国和其他区域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战争 持续两年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恰恰是相反的 这个战争已经导致 或者加强了 或者加剧了 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 也加剧了这个 粮食安全的这个问题 那上个礼拜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迈克约翰逊 他倡导国会 必须通过对乌克兰 或者以色列和台湾的 这个援助法案的时候 他也指出 如果美国和我们的这个盟友 对俄争战争授受本观 这个就等于绥靖政策 就会鼓励普京 习近平和伊朗独裁者 得孙进士 为所欲为 那还有啊 中国一直倡导 所谓的这个和平共存的 五大原则 其中的原则就是 保护某个国家的这个领土主权 是吧 那难道他所谓的这个 无上限的伙伴 俄罗斯 不是违背这样的原则呢 难道中国不是赤裸裸的 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吗 那谁是玩阵营对抗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官员呢 和整个这个中共 应该反思 而不是美国 那除了在俄乌问题之外 中方在布林肯访华前 还划出了很多红线 涉及到台湾 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 发展权力 这几个议题 温教授 您觉得北京 为什么要在这些议题上 划红线 北京划的这些红线 对美国有约束力吗 是 北京为什么要划红线呢 其实呢 我们看中国大陆 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呢 对外的所有的发言 大概外界来看 都会觉得说 它是对全世界在说的 可是我们可能要稍微反思一下 很多时候的发言 是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说 可能对他们来说 这是更重要的 怎么样把对外的这种讯息 看起来很强势的讯息 让中国国内的人民 感觉到现在的政府 是大有为的政府 我想这个逻辑 可能更容易了解 为什么现在中国外交部 会讲红线 会讲道路等等 当然它某种程度 也是来呼应 因为在美国呢 尤其是政策圈当中 确实有不少人呢 却觉得中国 现在在所谓的道路上 甚至是整个政体啊 都需要有大幅的改变 甚至也有不少要求 就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体制 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 那当然站在共产党 站在中国政权的这个考虑上呢 他会希望稳住自己的政权 在这种稳住政权 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对外的所有的说法 都是要强调 自己的政权是好的 强调的对象是谁呢 是国内 所以所谓的划出红线 其实更大程度 当然他知道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重点在于这个红线 划给中国百姓来看 让百姓们觉得 中国大陆现在呢 在他们的 在中国在他们的带领之下 仍然是足以跟世界来抗衡 而且直挺挺的站着 我想这种气氛 或者是这种讯号 传给国内 或者会比传给国外 来的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在看待 中国所划出的红线的时候 思考的方式 可能要更加了解 中国国内的政治 而不是全然的说 好像他们很强势对外 事实上他们是很强势 想要巩固政权 很强势巩固政权的 另外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是不是反映出了 某种心虚呢 我们看到布林肯 在到访前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甚至发文说 让布林肯 把姿态放低一些 那有些批评人士 觉得这样的表述 甚至是连外交礼仪 都不顾了 我想继续的来请教 这个翁教授 您觉得这反映出来 北京的一种强势地位 还是说内心很虚弱 所以要给自己的国民 打预防针呢 其实我们刚刚 为什么会提到说 中国现在要画各种的红线 而且要让中国大陆的百姓 觉得呢 就说好像 现在中国的政府 是大有为 是表现得很好的 它某种程度就反映出来 现在确实 内部可能有一些状况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我们最近看到了 非常多的数据 都显示的 中国的经济 确实出了一些状况 而且中国的老年化社会 恐怕只会让劳动力更加的下降 生产力下降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中国 未来五年到十年的经济发展 这是显而易见 即将出现的问题 当然要来靠这个 对外关系来解决 所谓的中国国内 可能需要缓解的经济问题 那么中国对外呢 其实言辞上面很强硬 可是我们看实际的作为 中国基本上都在传递给世界的事 中国无意要跟世界竞争 中国希望大家仍然是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这个才是真正的潜台词 很强势的是告诉中国百姓 政权应该要稳定 在我们的带领之下 请大家放心 可是基本上中国在做的事情 还是维持自己的政权稳定 先把经济顾好 因此我们看到 看起来肌肉很膨胀 可是实际上的作为 并非真的好像要强势的来作为 我们刚刚分别分析了华盛顿和北京的目标 罗先生如果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的目标 对比来看的话 您觉得美中之间现在还有没有谈的空间 如果有的话 这个空间是在哪里呢 当然有谈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世界太大了 问题太多了 所以双方必须求同随意 然后有一些话题 他们可能继续合作 第一肯定是经济合作 那当然在最先进的这个科技来说 美国现在是正在建立一个小院和高墙 特别是对半导体 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 美国官员一直强调 我们不愿意跟中国的市场脱钩 中国的市场对美国人是有利的 特别是农产品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贸易方面 经济合作方面也可以合作 那气候变化也是一个 中国就是一个悖论 因为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再生能源的生产国 所以我觉得在气候变化的这个方面 两个国家也可以继续合作 我们已经说过就是人工智能和新型 新型的这些技术的管控 也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最后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老百姓是最重要的 就是分泰尼 禁止分泰尼前提原料的合作 这个是十分重要 因为去年十万多的美国人 因为分泰尼的这个药物过量而死亡了 所以我知道这年初一月份 美国和中国他们成立了一个 一个分泰尼的这个工作组 是吧 所以我真的希望 他们就可以通过合作禁止 从中国的这个分泰尼前提的出口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这样的作用 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的YouTube的网友在给我们留言 我发现很多网友都在质疑 到这个阶段 真的有没有必要再谈 我们有一位叫做鸭讲的 YouTube的网友留言说 访问只是相互确认一下事项 并先礼后兵 谈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基本是接同鸭讲 关系是不可能缓和的 中共和俄罗斯一样只相信实力 不会相信什么谈判的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The Reader Chinese的这个YouTube的网友留言说 布林肯不是访华而是哈共 最近不见中共官员访美 但见了很多美国官员访中 真不知道美国给了中共这么多 这么大的面子 到底能得到多少理子 美国外交上的过分主动 可能陷入对中共的战略被动 与其说管控美中分歧和竞争 不如说美国向中共随进和屈服 我想来问一下汪教授 您是否认同这些网友的观点 这个算是美国向中共随进和屈服吗 当然不认同 而且当然不能够这样的看待 我们说网路上很多的不同的评论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在决策圈 就是外交的决策圈 如果完全按照网友们的评论 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因为在外交决策圈当中 有很多的考虑 很多的变数必须要考量的 网友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来做发泄 可是决策者 不管是华盛顿的高层 或者是北京的高层 他们要考虑的面向都是更加的全面 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评论的时候 甚至我们必须要说 决策圈恐怕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说按照网友的评论来做事 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 中美之间为什么要沟通 沟通不见得是大家想象当中的 坐在谈判桌上 你说我就听 对方也会你说我就听 其实沟通有的时候是一种 外交上面叫做signal 就是传递一些讯号 传递讯号之后 让这个讯号在对方的国内 政策圈去做发酵 然后对传递完讯号之后 我们去观察 反馈出来的 有点像是声波 声纳的一个概念 你打出讯号之后 对方如何来反应 然后我们再来做相对应的回应 这才是外交上面所谓的沟通跟谈判 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沟通 你一言我一语的 这不叫沟通 这比较像是大家在 在这个议价或者是吵架 事实上我们要再次强调 外交决策它非常的复杂 它要考虑的是整体国家的发展 美国也是 中国也是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方向 跟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怎么样来守护国家利益 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一致的 绝对不会事实上的谈判桌子想吵架 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8LGM Skorzeny的YouTube的网友留言说 这种沟通很久了 中国也知道美国的立场 美国也知道中国做了哪些事情 双方只是目前不方便撕破脸 但是无限接近撕破脸 我想来听一下罗先生 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观察 我觉得一方面它很有道理 但是沟通虽然双方已经知道 它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它的立场到一定程度有一些改变 所以双方必须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渠道 来彼此理解 否则的话我真的担心 很可能发生一些擦向走火的可能性 我也想补充一下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 他们当然有责任避免所谓的修西利德陷阱 他们必须避免任何的可能导致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样布林肯二度访华 谈一谈不仅仅是中美中间的问题 或者俄乌战争的问题 也会谈到南海的问题 就是中国在南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 或者中东的问题 中国在那个地区可能发挥什么样的激起作用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进展 好的 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和罗立兰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二位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